哇 你现在看到的是一幅响于世界一鸣惊人的中国画家的节作 仅仅凭着天上人间这一幅画 中国画家黄彬彬就闯入了世界顶尖级的艺术殿堂 巴黎大皇宫财富艺术展 仅仅凭着这一幅画 还进入了顶流的10%的行列 不再经过入围初选中评等流程 拿到了年年参展的直通快车券 作为炎黄子孙或者海外华人 你看画的第一眼就能够感受到很多熟悉的中国元素 让你倍感亲切 但问题是 大皇宫艺术展的评委 主席和艺术家们 都记忆在浓重的西方艺术的氛围当中 他们能够读懂这幅画的内容和含义吗 暗暗是肯定的 他们不但看懂了 而且给予了非常积极的肯定 反馈和赞扬 那么问题来了 天上人间凭什么能够一下子就打动了西方的观众 这幅画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诀窍呢 它哪来那么大的能量 能够一闯成功 一鸣惊人呢 画什么诗 想的时间要比画要难得多 因为你想这么高的一个展 这个展我到了巴黎 我才知道所有知名的大画家都是从这展出来的 你能数到所有的什么莫奈 什么那些知名的 卖的特别好的 尤其是近代的这些画家 他是每年展一期 每年都是全世界最好的画家 我们在那次展的过程中 我这个思考很长时间 也跟朋友讨论过 我的资料 我的优势是什么 我想我的优势是大的这种破财 世女这种中国的这种线条和西方色块 因为我教色彩的嘛 所以我对色彩比较敏感 那我想我把这个再加上正好疫情 那我又有一种这种 我一直讲这个尊重自然 这个享受自然 我也是题目叫什么 那种想了很久想 就是尊重自然享受自然吧 所以我说那我一直是在做这个事 那我不说把这个主题 放到这个画里面去表现 后来我就给他做了一个 天地人的这么一个关系 包括中国这些 现在比较知名的建筑 在后北京 然后大的月亮 为什么要做月亮 因为月亮正好赶上了争议十五 争议十五不是一个团圆节吗 是中国一个和文化的体现的一个焦点 你看画面右侧 有中国的红灯笼 还有中国少数民族的川尔灯和调灯 左侧有欧洲的古典灯具 还有阿拉伯的神灯 中国传统的灯节和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彩灯 焦香灰映映 显示出全人类的欢乐与祥和 那我就画了七个新女 她们来到人间 她们的服饰全部是融色的 不是靠笔画 没有一笔 那这样的话我在技术上 因为它这技术有一个对比 它有一个要求是对比艺术 对比艺术 你一定要把东方西方 色彩 线条 色块 你一定要对比出来 所以我心里得有这个几个题目 就像你打一个卷子一样 那画这个美女 都是西方人叫女神 七位女神 她们来到了一条街上 后背景是那些大的场景 这条街上两面全是灯 就是因为灯节 灯节是一个家庭团队的氛围 所以画面就好看 特别漂亮 色彩漂亮 特别的漂亮 然后都是透光的 灯是有透光感的 然后再加上 我想他们七个人来了 七个神 他们怎么来跟我们人类 来挽救这个世界 现在让我们再来仔细的端详一下 画面当中的这七位仙女 或者叫做七位女神 左边第一个仙女手里捧着的 是中国古代的天象仪 它是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最早的仪器 在她的右边 那位仙女手捧的是高音普号 它代表着人类抒发情感的优美的音乐 全世界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语言 但是语言的尽头 那就是音乐 音乐是没有国界的 接下来的这位仙女 手里拿着的是麦子 成熟的麦子 沉甸甸金灿灿 粮食 是全人类赖以生活的基础 我们再来看看右边的这三位仙女 右边第一位仙女 手里拿的是中国古老的丈量工具 叫做规矩 中国的老话说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正是这些古老的工具 为人类带来了居住的房屋 和一整套的社会规则 它左边的这位仙女 手里捧着的是阴阳鱼 它代表着中国古老的道家思想 也代表着中国传统的中医学说 阴阳者 天地之道也 万物之刚迹 变化之父母 圣杀之本使 阴阳对立 阴阳护根 阴阳消长 和阴阳转换 是自然界一切事物运动变化 所固有的规律 与它比邻相依的另一位仙女 它手里拿着的是地球仪 世界各国各民族 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 但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当中 最中间的这位仙女 气宇宣昂正面走来 她手里捧着一本大书 书代表着人类智慧的结晶 但是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读 那么这本书是什么书呢 我把这个融内起 那我们都有什么 我们有书籍 不管有时候老外就觉得 中间那人报的是一本圣经 那你这么考虑 那我们认为报的是内经 也可以嘛 对吧 我的初衷是内经嘛 但是老外看上 这一定是圣经 因为那么一个神 报了一个大书嘛 那每一个神怀里 报了一个东西 他们不是很严肃的 他们是非常欢快的 从天上下来的感觉 仙女 走的这个量的 这个路上 旁边画着中国庙宇的 这种庙宇的一个角 也就是说 这个代表着中国的古典文 古典的一些传承的东西 后背景画了一个白塔寺 因为白塔寺 你知道它有这个 它藏着佛经 藏着舍利子 藏着这个非常深远的一个意义 那么这幅画呢 就到巴黎去展去了 然后观看的人不用说了 这就可想而知了 就是因为它有东方 空洞 反正很 还是有吸引眼球的 这个场面还是不错 黄冰冰的这幅天上人间 惊艳了巴黎大皇宫财富艺术展 这幅画作一爽成功 一鸣精神的能量诀窍 是什么呢 或许正是画中彩灯的光芒吧 绚烂的光芒照耀着 东西方文化融合的通道 它照亮了天地之间 东方与西方之间 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融合之道 法国雕塑艺术家罗丹 曾经说过 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人 他们用自己的眼睛 去看别人看过的东西 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中 把美发现出来